好,那大家好,我是杜利华 是整个Track跟社群的hosts这样子 然后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要怎么用,就是在Julia那边 然后去建立一个Micro Service这样子 OK,那基本上大概这几年 Micro Service这大概会是近几年的整个的风潮这样子 然后大家开始就是用达客 然后开始布一些有可能是小的服务 但是也有可能是当你的整个系统 要开始scale up的时候 那你需要去做到一个分散式的架构这样子 那要怎么样去把Julia把它包成一个Micro Service这样子 那这个大概会是一个issue 好,那所以基本上我们大概会走过几个阶段这样子 因为一开始大家会对你的服务会去做prototyping 那prototyping大家也会知道 好,我们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就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demo的话呢 今天的demo的话我目前有把它丢在我的GitHub上面 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购物车 OK,所以比如说你去查乐华 然后shopping cars 那你会找到这个repo 这个repo是可以run的,run的起来 所以等一下基本上就是整个demo这样子 OK,那所以一开始的话呢 可能会是prototyping 然后知道说我们整个要做的服务 service是什么东西这样子 然后开始把其他的东西引进来 比如说做database 然后是logger这些东西 好,那我们就开始咯 好,那这边的话 好,那这边我觉得先 这边就把 拉我的VS Code 拉过来 好,那我就看这里 好,那这边的话呢 擦擦东西太多了 好,这边把它 这边把它锁进去 好,那待会我们先 先看一下整个专案的结构好了 不然就是东西太多太花了 好,那基本上一个Julia的专案的话 这样智慧太小了 还是需要关前排灯 还是没问题 好,OK 嗯 嗯 好,这边 这边拉大没有异 OK,好 就是基本上这边的话 大概会有几个东西 一个是 比如说 model的部分 model的部分的话 这边就会是 比如说我会有去设计一个 购物车 OK,购物车的 的一个系统 那这边东西都设计的非常简单 OK,就是这边 大家之后要扩充是可以扩充的 所以这边就是一般的购物车 然后跟它搭配的 跟它搭配相关要用的一些 function或method 那function或method 这是 好,等一下如果有用到再去介绍 这样子 那再来一个是customer 我看一下哦 就是 我是 我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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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一下好了 因为好像 如果后面 直播过到后面看不太清楚 Settings OK Edit Telephone size 比如说 然后 12 好 这样 应该可以吧 OK 所以这边 这边会有一个购物车 那基本上购物车的话 这边我给的是mutable 因为 基本上 就是后面 后面这些东西 它会需要 它是一个mutable struct 这样子 然后去 去做 update 这样子 OK,然后再来 这边的话每个购物车 它会有自己的ID 这边很简单 那就是用一个整数 integer 64 去实作它 那每一个购物车的话 它会挂它的customer ID 所以customer customer在哪里 customer在这里 所以基本上这边 有提示 会一直跳出来 那个customer在这边 那 这边的话 会有它的ID 跟login的 这个username 跟password 这样子 好,那所以基本上 这边customer ID 对应的就是这边customer的ID 这样子 OK,所以这边 模型应该很简单 model应该很简单 这样子 好,那再来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service 那service 那service的话 我们希望可以对 这个模型做什么事情 或者说 比如说 比如说当一个顾客进来 那当一个顾客进来 这时候呢 我们会需要什么 我们会需要去 有customer login OK 所以这时候 他要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 好,那我有一个customer的物件进来 虽然说这边没有写type 但是它是个customer的物件 那customer进来之后呢 他会透过mapper mapper 他会去database去捞 对应的这个 对应的这个customer的物件 比如说 他对应的这个ID 跟他的username password 然后这边他需要去检查 他的password 是使用者输入进来的password 跟我database存的password 是不是一样的 这样子 好,那如果不一样的话呢 就是authentication的exception 这样子 好 那 当然 你要有customer 可以login之前 你这边会需要 先create一个customer 这样子 OK 那create一个customer 所以这边的话 诶 哦,sorry 我刚刚讲 讲反 就是这边的customer 还不是一个customer的物件 它是一个收到的json封包 这样子 那这个json封包 它其实里头涵盖 涵带的是customer 他相关的资讯 比如说username 或者password 这样子 那这边的话 他就去检查他的customer 他的username password 然后他 要求他不可以是empty 这样子 然后 这边就会去真的去建构一个customer的物件出来 那所以这边的话去呼叫的是customer 他的constructor OK 那呼叫他的constructor的话 他对应到就是刚刚model这边 我们会去用到的是这一支 sorry 这一支 这一支constructor 那 所以这支constructor 他就是只记载 就是username跟password的资讯 那他的那个id目前就是零 那主要就是 这边的话呢 我们会透过mapper 让database自己去create他的那个uid 然后assign成他的customer id 然后存在database里头去 OK 那再把他的username跟password存进去 这样子 所以这边会是authentication的部分 然后 不小心就讲authentication的部分 就是 主要部分应该是就是shopping car 就是我的购物车的话呢 我要可以去create一个购物车 可以去get一个购物车 然后可以对购物车里头的东西去做update 然后 呃 当我shopping完的时候 或者是 我需要去把购物车把它消除掉 OK 把它database掉 所以这边基本上就是很简单 对database去做clude的操作 这样子 OK 好 那所以基本上这边 这边 呃 大家应该 看起来应该算是清楚的 那至于细节的话 细节的话 呃 就是容我先跳过 等一下 如果有要讲到再说 或者是 大家可以上我的github repo去看 这样子 OK 那所以这边的就是model 跟我们的service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service的话 主要就是 你可以去create 可以去get 可以去update跟delete 这样子 然后 那我们再来看 就是ampoint的部分 所以ampoint的部分 这边我会把service 起在我的host 是0.0.0.0 然后 8080paw 那router 所以基本上 你会发现说 就比如说 呃 你有写过flask 或者是 呃 parson的一些 呃 呃 web的框架 或是 比较micro小型的web框架 其实你会发现 类似的东西 呃 在parson里头 大概会是用 呃 describer 就是也是一个macro 然后去挂 去挂你的router在哪里 对 那其实 呃 在julia这边 他其实 呃 写法是一样的 但是他 不会这么 就是强制说 我一定要 呃 只挂在上面 这样子 所以这边的话 你会发现说 呃 做的事情 是雷同的 就是 呃 在create shopping cart的部分 这边吃进来的是一个request 然后 呃 这边是呼叫service的create shopping cart 所以他其实只是很单纯的把request 然后 呃 过json json的解析 然后再把它丢给 呃 后面的service 然后让他去做处理 OK 所以 所以这边应该很简单 所以 所以这边的话 就没有太多复杂的事情 然后 呃 比较复杂的事情 是需要去处理request 如果是response 有 有出事的话 欸 那不然一般的话 就是 呃 response是200的话 这边就是 呃 把它写进去 OK 好 然后 authentication的部分 所以 呃 这边也是处理一些比较杂的事情 然后 呃 create跟login的customer 这边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你会发现 他其实 呃 写出来pattern是长得非常像的 然后下面就是挂啊 router 他要怎么去 呃 做routing这样子 OK 好 所以这边其实就是 呃 大致整个的protyping 然后 我刚刚就是 跳着 有点跳着讲 好 来讲一下database 好 database在哪里呢 database的话是mapper这边 OK mapper这边 呃 因为这边的microservice 他是非常简单 所以 我是只有用 呃 SQLite OK SQLite就是一个 小型的database这样子 好 那 这边的话呢 会有一些 呃 稍微小复杂的东西 就是一个database的pool 好 这边是后面 如果要做concurrency 有做mirethread的database的资源的话 会需要用的这个东西 好 那主要的话呢 就是 呃 当我把 当我把这整包 拉进来的时候 然后我看一下喔 在 shopping cars 这边 这边是主要shopping cars 当我去 呃 load整个package的时候 那你会发现 那我就会把每一个module都把它拉进来 然后它初始化会run什么东西 就是 呃 workers workers 就是concurrency的部分 然后再来是它会对database做初始化 OK 所以它会引力一个database进来 那 引力database caller就是这一支 所以这边就是去把database给建起来 然后呢 跟呃 建立它对应的table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会有一个 呃 create table 是shopping cars 然后ID customer id 跟items 然后这边是 execution 是去建立它对应的index OK 然后 呃 customer的table OK 那这边基本上是写死 因为是 就是做一个demo这样子 那如果是 呃 如果要再多增加其他东西 这边可能要 要 要再做refactor 这样子 OK 好 然后跟authentication 然后跟endpoint的run 我看一下endpoint的run 呃 endpoint的run 这边很简单 它就是把一个htp的service把它提起来 OK 那这边其实在 就是 呃 呃 呃 julia它提供htp这一包 呃 套件它其实还蛮好用 你可以 拿它来做 呃 比如说像python的话 它会有request的那一包 那一包你可以拿去 去打其他的 功能 那所以http 那所以http 在julia里头http这一包 它有 相对应的功能 然后语法其实也非常像 那所以 你可以拿来 打其他的 service或者是 呃你可以用它来建 service http的service 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 呃去去建立跟跟去去打别人 其实都是可以 都是用用同一包这样子 OK 好 然后 看一下还有什么 logger 然后 跟cash OK 等一下我看一下logger在哪里 好 那个logger的话 应该会在service 还是 我没有 我没有把logger丢进来 好 如果 如果没有把logger丢进来的话 就 就 就算了 呃好 我讲一下cash cash的话 就是呢 在service 好 好 这边 这边 有做一件事情 就是 你可以用这个 inspire cache OK 那inspiring cache 这个东西它提供什么功能 它提供的功能是 这边有一个cashable cashable 呃 然后 这边有时间 跟function 那表示说 呃你在 一个小时以内 它去get 这个shopping card的话 那 这边的结果 它会先暂存起来 OK 就是你去重复呼叫 这个function 那它在一个小时以内的 这个结果 它都会暂存起来 那暂存起来的话 好处就是 你不用再去database 老它直接从记忆体 回回去就可以了 那当然一个小时后 就会把它砍掉了 OK 那 呃 那这个就是我们去做 就是service 然后我要加速我的 response time 的 的一个方法啦 那这边的话 你就会发现 呃有其他的东西也需要做 比如说 呃 比如说当我要去update 我的shopping cards的时候呢 那我要记得 就是 我要把旧的shopping card 的cash把它清掉 OK 这边需要记得去把东西 把它delete掉这样子 然后跟 去把整个shopping card delete掉的话 需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边需要delete 把ID 然后 呃这边需要去把cash拿出来 然后把它删掉这样子 OK 好 所以大概是这样啊 好 那我看一下 呃 好 应该可以demo一下 然后 等我一下哦 把 这边拉过来 好 所以这边的话 啊好 是不是有点小 呃 这边的话我把它包成micro service 然后 我就要把 弄大一点 也都 字体跑下去 呃好 我 我 欸 应该是 等一下应该是这个 好 这应该有 哦好 有点大 好 Enter 所以基本上这边有把它 呃 包成Docker 所以这边只是起一只 一只Docker 所以就是demo用 Micro Service 这样子 好 然后呢 跟 诶 我wineterminal terminal ok 所以这边terminal做的事情 诶 不是这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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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了 然后 然后 这 拉我的 run test 这边的话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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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理论上 理论上 我应该可以去create一个customer 就是我自己的名字 然后跟我随便给的那个password 然后它需要连一下 ok 然后那个 那个client client的那个 那个 连的server 我已经把它写死在里头 对 照理说这是看似 用configuration 或者是 怎样去把它pass进去 但你会发现说 这边 这边它底下已经有 有 有收到了 就是已经键完了 然后这边的information 就是包含time step 然后 呃 就是在什么时间点 然后有人来打这个 打这个pull 然后是哪一个stretch 去处理的 是pulls的 然后target什么东西 ok 然后所以我就可以在 呃 所以这边是customer create成功 然后呢 我就可以login进来 pass 好 那login进来之后 呃 你会拿到就是你的customer id 然后跟你的名字 然后那个password 会给你 好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是 这边login 然后跟 这些东西 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做 该做的事情 就是 我干脆把它拉过来 呃 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 那个cookie cookie是检查啦 那个我不理它 比如说我有个shopping card 我把它create一个shopping card 那create一个shopping card的话 比如说我里面放的就是apple跟sushi ok 所以这边就是card one 那card one就是一个 一个card的物件这样子 ok 然后 比如说我可以 呃 用我的id去get shopping card 少一个括号 ok 然后或者是 我要把新的物件 就是我要买新的东西 买新的东西 买新的东西 就把它丢进去 那丢进去之后 它会更新嘛 那但是我需要再update它一次 所以update它一次之后呢 呃 我的update它会帮我 拿回新的card 所以会变card two ok 然后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card two 它里头的东西是什么 好 card two的东西 对好 跟我预期的一样 然后或者是呢 我可以从 我可以拿card one的 sorry 我可以拿card one 然后 再去 拿 呃 用card one的id 再去拿那个shopping card 那它其实就是 被update过的 那个版本 ok 然后我可以最后把它删掉 删掉 好 ok 那删掉之后 理论上应该就 就没有了这样子 好 所以这边 这边会是demo的部分 然后应该 这边累积了非常多的log 好 anyway 好 那我再看一下 所以接下来还有什么东西 authentication authentication 刚刚不小心讲完了 就是那个 那个login的系统 然后去检查它的password 然后concurrency concurrency concurrency其实是在很后面的东西啦 concurrency的话就是 呃 这边你在project里头 会有看到两个东西 应该是 一个是workers 然后一个是conversion pool 对 conversion pool conversion pool的话 这边 这边就会有点杂 所以我大概 飞过去这样子 呃 呃 这边workers的话 其实这边 会有一个queue 这边queue的话 是用gira内建的channel去 去做的 然后呢 跟asynchronous ok 然后这边会些init 就是initial 我大概会有几个thread 在这个 在当成背后的worker 这样子 ok 然后 好 这边大概就是在这边等 嗯 然后 再来是conversion pool 所以conversion pool的话 这边 呃 好 这边 这边真的有点杂 好 呃 这边 这边有空的话 我在 我在这个talk上面就 就暂时不解说了 这样子 有空的话 再去再去看 下面的东西 然后讲一些 比较有趣的东西 就是呃 当你真正要做deployment的时候呢 其实会去做一些事情 就是呃 像julia 这样子的一个square language 的话 那我要怎么去保证说 我 当我一个microservice 起起来之后 然后他 本身有呃 julia本身的效能 然后又可以做 做service 这样子 那其实一个事情就是 julia他需要precompile 然后跟去搭配 呃 搭配 那个passage compiler 他去做的事情 所以说呢 这些东西在哪里 这些东西不在 不在source code里头 他在 这边 这边有个deploy deploy的话 我看一下喔 呃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Duckfile Duckfile做什么事情 Duckfile基本上 呃 把julia的image拉下来 呃 安装 然后设定environment 这边都不是什么大事 呃 比较主要的是deploy 这边会有一个package compile 那package compile 它会做什么事情 package compile 它会去 呃 using package compiler 然后package compiler 它会把我这整包套件做成一个image 它会把它压成一个julia的image 那压成一个julia的image就是 之后如果julia 你要你要turn on julia的就是像像下面打开一个julia的prompt的时候 其实你是可以指定我要用这一包image去开 那这一包image去开的话有什么好处 这包image去开的时候这边它有指定说呃 那我在precompile的时候我先执行这个档案 所以这个档案是什么 这个档案就是会先precompile 那precompile它做的事情也很简单 它就是直接把所有的test都run过 ok 所以run过所有的test之后 我就可以insure每一个我的 我在这包套件里头的julia function 是都被编译过的 然后都被编译过之后 然后再把这边被编译过的东西跟julia的语言本身把它压成一个image ok 然后所以你要turn on 的时候再从那一包image打开 所以它就是你用的时候就是都被编译过的function这样子 ok 这样就可以保证julia的速度 然后你turn on 的时候就是这个 这个docker就直接起起来这样子 ok 所以这边就是做precompile 然后跟packagecompile 那执行的时候怎么执行 就是 你就是加这一段 就是你 呃 julia 打开 然后你要给一个-j 然后刚刚这个是编译的那个 呃 julia的image这样子 ok 然后这边是指定thread数 这边 thread是to 然后跟 database 后面不是什么大的事情 那 对 所以主要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它可以把julia编成image 然后 呃 你可以在 你可以用julia自己开 或者是如果你是你的主系统本身是python 然后让python去call julia 然后也可以用这个开 嘿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 python那边吃到的就是编译过后的julia image 然后 啊但是缺点就是这边是编过的 所以没有被编过的function是call不到的嘿 嘿嘿 嘿对就是就是没有在wrong test里头的的东西是不会work的 所以大家就尽量把就是呃你package里头有的function 或者什么都写test的进去 OK OK 好 所以我想应该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吧 我是到 十分 好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今天的talk 好 有什么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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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然我请问一下 因为 因为我比 我比较少在用julia 他compile的部分是直接变成linux.so档吗 所以我run了那个test之后 他只要run过的东西都会被放进那个.so里面 呃对就是基本上package compiler他做的事情 sorry 我我我我没有 等一下我我弄一下网路 呃基本上是他就是呃 julia在package compiler这一包他可以把它编成就是binary 呃binary可以是execurable或者是那个share library之类的形式 ok 比如说 比如说documentation 呃那 但基本上这边 这边他是编sys and image ok sys and image 呃 比如说这边他可以编library这样子 这边这边他又教你怎么去编一个library这样子 对 好这边这边东西东西有些细节 有有有兴趣可以自己看 所以基本上呃在这边呃这边应该有写是 with distribute all library necessary to run julia 然后他是呃在windows上面binary或是library 然后对大概是这些东西 好所以.so对就是就是lanus的那个.so 他如果你在不同的系统上面就是编程就是mac的或者是mac的或者是windows的 那个.so 其他他做系统的在那个library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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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形式这样子 好奇有没有有人有没有人试过例如说我自己写个c或c加一加城市 然后再去call他 那边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问题我没有去看他底下他编会会编成什么东西啦对那这边 这边这边有几个exemple如果大家大家有兴趣可以玩玩看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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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过后的.so跟原本SystemImage 应该说 Julia 你要去呼叫 Julia 的 Binary 就是它的 Executable 它本身背后就会去 Reference 到一个 Julia 官方 编好的SystemImage 对 那所以基本上 我刚刚做的事情 Pre-Compile 这件事情 或Package Compile 这件事情 它就是Base on SystemImage 再编我刚刚 Run Test 的那些 Function 进去 对 所以如果只编那些 Function 的话 不会差很多 但是如果你有的是 比如说 你要打包成 App 或者是什么东西的话 如果你希望它在 Run Time 还可以动态帮你去编这些东西 那它整包就会很大 但如果是只有 SystemImage 本身 如果你只编那一块 不会很大 对对对 因为如果是还要包 Run Time 进去的话 嘿 那边的话就包含 LVM 的 Optimization 或者是那些东西 都会进来 对 那那边就会飞很多东西 这样子 对 大概是这样 好 那还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要换场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